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除了上期分享的泰国之外 印度尼西亚也是东南亚的主要岛屿市场 不过该地区每年流入市场可供交易的私人岛屿并不多 之前分享过该地区拍卖100座岛屿开发权的VD Reserve 本期再分享两座位于印度尼西亚阿南巴斯群岛的私人岛屿 阿南巴斯群岛位于印度尼西亚西北部靠近中国南海 该地区唐宇众多,但大多数未被开发 它们被广阔的珊瑚泄湖包围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珊瑚潜水地之一 这里有比马尔代夫更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珊瑚 一年四季都是28摄氏度左右的热带气候 深受潜水和帆船爱好者的喜爱 该群岛距离新加坡东北280公里 吉隆坡以东440公里 香港西南以南2329公里 待该地区的新机场完工并开放国际航线后 从新加坡和香港只需分别飞行35分钟和4小时 便可到达该群岛 当地政策也鼓励旅游开发 因此该地区岛屿的商业发展潜力巨大 其中,Dream Island占地约27万平方米 是该地区最大的可供立即开发的岛屿 该岛的北侧是海滩,西侧是珊瑚田 向西400米的花岗岩路头可用于建筑所需 岛屿和路头之间的防波堤 将为每边最多20座别墅提供直接的水通道 每座别墅都可以停泊船只 该岛目前正在出售中 售价为238万5千美金 但有可观的溢价空间 有意向的话欢迎私信咨询 Paradise Island占地约5万1千平方米 位于群岛中心的南部 该岛的东面是海滩 并且从海滩到临近的岛屿之间 有广阔的珊瑚田 这个岛周围的水域有该地区最好的珊瑚 只有浮浅设备才能到达 同时,岛上有足够的平坦土地 可供建造小型度假村或生态别墅 西部的高地可供观赏壮观的水上日落 是私人别墅开发的理想之地 此外,附近的岛屿将由阿南巴斯水上飞机提供服务 允许航班直接从巴旦岛到这个岛上的任意未来度假村 该岛目前也在出售中 售价仅为85万美金 不到600万人民币 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